转转发现爱 让爱无所不在 家庭发联党转转发现爱 现在人都很喜欢听故事 那请问你有听过 父子骑驴的故事吗 故事是这样的 让我告诉你 就是在从前很久以前 当驴子它还是一个交通工具的时候 有一对父子牵着一只驴子 然后呢 走着走着走着 突然有一个年轻小伙说 你们好笨哦 明明有一只驴子可以鸡 怎么都用走的呀 父子一想 没错 爸爸想说孩子小嘛 就让孩子去骑在驴的背上 然后呢 老人家看到了就说 这年头的道德伦理何在 爸爸这么辛苦 小孩子坐在驴的背上都不管 真的是太不孝了 一听小孩子在想说 对啊 我要孝顺爸爸 所以他就从驴上下来 然后呢 说爸爸爸爸 这个驴还是给你骑好了 我用走的 但是没想到呢 来了一位呢 非常喜欢管闲事的妇人 通常他们都说 女人都很喜欢管人家家的事 然后呢 他就说 哇 这个爸爸也太残忍了吧 让这么小的小孩 在路上走 哼 自己独享轻福 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哼 好了 父子两个人互看一眼 因为过往只有 他们两个人心里最清楚 然后他们两个就决定说 算了算了 我们就一起骑吧 因为呢一起骑的话呢 可以一起共享 好 来 为了满足别人 居然呢 看到一个小朋友 看到父子两人都在驴的背上 孩子说 妈妈 你看他们也好过分 她在家里一定是有养宠物的那种 妈妈你看 他们好过分啊 哈 那个祸在驴的背上已经那么重了 居然 父子还骑在驴的背上 哼 驴子 好可怜哦 OK 其实我个人认为有第五个选择 就是父子两个人啊 干脆背着那只驴去走 是不是 好来 掌声鼓励鼓励 OK好 好了 你看到这边 你知道我们今天要讨论什么吗 因为人生路上 真的有很多不同的选择了 对不对 你拥有一只驴子 然后你有一些货物你要从A点到B点 怎么做怎么选 然后呢 别人的声音 是不是都可以影响你呢 所以今天要告诉大家 在现在很多年轻人当中 他们很 他们很向往那个所谓的鸡汤 心灵鸡汤啦 治理名言啦 所以我们要来透过讨论 了解一下究竟该不该听 来欢迎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是 我们觉得他非常有鸡汤的 OK 媒体企划 我们欢迎狮子 好 欢迎邵丽颜 哈啰 欢迎宏迪 你好 欢迎专家丹江大学副教授 红一震老师 怡婷姐好 大家好 还有台大哲学系 哲学很重要 哲学系博士候选人 我们欢迎饶中树 耶 你不再用苏菲了 都可以 都可以吗 可是我觉得你名字真的很棒 你姓饶 然后中树 就是不但饶树 还抱了一个真心 对 这个名字有没有 这是本名嘛 对不对 对 本名 妈妈取的 妈妈取的 对 好 然后现在我觉得今天这个题目 我们就来靠我们的这个大板 来慢慢的一个一个讨论 会比较能够让观众也理解 或者是一起来加入思考好吗 好 来 第一个就是 这些鸡汤语剧 你怎么看 第一句话就是 想要幸福 请找一个他爱你 比你爱他还多的人 自己发表讨论 是 立言先 立言讲 我觉得这句话 我觉得很 我觉得他本身很怪 因为你爱他跟他爱你 其实本身的终结 也就是在爱这个事情上 对 因为他一定要有爱这件事情 如果说 如果说爱这件事情要计较的话 计较不完 而且他本身就不是一个 对等的关系了 所以我觉得这句话 他本身就是个 对我来说 好 所以你是属于比较理性派的 所以你不觉得说 他爱你或你爱他这件事情 是值得去考虑 我觉得你爱他或他爱你这件事情 是拿来作为比较 所以例如说 他要爱我比较多 或我爱他比较多 因为有比较这件事 就已经走向利益面了 他就已经不纯粹了 宏迪的感觉 我觉得如果要这样的话 你就要保证他可以一直爱你 就是如果你要这样的爱情 你就要能够觉得他永远能够爱你 确保他对你是 但是人类很难这样 因为人类的爱就是需要交流 如果一直都是我给你 有一天总是会 总是会没有 就是不可能一直都这样 而且会不会变成说 就像你讲 如果真的有一单发生了意外 就他没有像以前那么爱你了 就变成两个不爱的人在一个关系里 也会 或者有一天跟悲哀的就是 你后来发现他慢慢爱变少 你的增加了 那不是又回到原点 对 听懂就对不对 你是不是又回到原点 你就变成说这个还是一个赔本的生意啊 对 我可怎么叫 赔本 就是不是生意 没有利益的感觉 就是说 你原来的精打细算 你原来的精打细算 后来反而算到了自己啊 因为你原本是希望找一个比较爱你的 可是经过时间的延续下来以后 是不是有一天就会反过来 对 对不对 那你不是就吃亏了吗 就白选了 白选了 白选了 好 狮子很纯纯欲动 想说 等一下 我们还是要先听一下中述怎么说 好 我觉得 这个 也许是大家向往的吧 就是被爱 但是我觉得它主要的问题来自 你把你幸福的 这个决定权完全放在别人身上 对 你就是等别人爱你啊 那这也不是一个你能去 很成功去达到的标准 对 具体来说 我今天就是要等到有一个人爱我 爱我 那你每天都在失败 那如果你把它转过来 想成我可不可以今天成为一个 容易被爱的人 然后可以主动爱别人的人 那这个是一个 一件你可以每天都达标 都成功的一件事 那它就会把你的被动化为主动 那你自然而然就会有别人想要爱你 愿意爱你 洪老师 我觉得我基本上的我的看法 跟那个刚刚两位姐妹是一样 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爱应该是 它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爱会带出爱来 爱是互动的 会互动的 然后如果说只有一方有爱 而另一方真的没有办法有相对的回应 没有双向奔赴的话 其实这个爱情是走不远的 对 终究来讲一定要跛脚的 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刚刚这个命题听起来有道理 因为我觉得会讲出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的人 基本上他是心神非常憔悴 洪老师我念大学的时候 大家天天都在聊这个 我知道 不好意思 很多年前的事情 对 因为这个 历史悠久 对不起 不止不是你们的专利 现在也在聊这个 我也太好了 因为大学都在忙这一件事情 我觉得是因为对爱没有盼望了 所以最后就是慢慢的 是聚焦在经济性的 务实性的 对 对一些需求的满足上面 所以觉得说只要他爱我 但是如果只有他爱你 而你一直没办法感受到 那个真正的爱 其实还是不行 那个其实日子很难受 对不对 杜日如年 那我试着换一个方法来回答 因为我觉得 我还没有Q你啊 我怕你不屁我 因为我有一个 我要为各位介绍 就是人家都说啊 通常一个已婚的男人 就会变成一个伟大的哲学家 接下来欢迎就是 即将要结婚一周年的狮子 耶 我是第一个 哲学家 我得先从硕士读起 好 那我觉得啦 因为像看到这一句 其实马上会去理解到说 他说的是想要幸福 所以他其实目的是 你要成为一个过得幸福的人 然后途径是选择一个 爱你更多的人 那其实这个 其实是一个方法 或是是一个诉求 那如果我们忘记了 我们最初的目标 其实是要过得幸福的话 你只是在坚持 你要找到一个 爱你更多的人 那你其实不是想要成为 一个幸福的人 你是在试图成为一个 自私的人 所以我觉得 我们其实不断的 要回过来看就是 什么时刻会让你真正的 感受到幸福 然后那个幸福 是不是你期待一生之久 活在那样的文化里面 活在那样的状态里面 就是说如果你期待 你结婚十年之后 你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什么 然后那个是我们从今天开始 才要去慢慢经营的 就是如果只是用一个 最一开始我们相识的时候 我们认识的第一眼 或者说我们认识的前三个月 然后我觉得你爱我更多 我觉得我好快乐 我觉得我在这段关系里面 我都在享受 那其实不一定真的可以给你一个 长久的幸福的生活 大概是这样 那会不会说出这句话 跟会相信这句话的人 其实都是受伤的人 对 因为当你要 把自己都给出去的时候 其实很危险 对 就是 把决定权给给别人 就是风险真的蛮高的 我觉得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假如你真的接受一个更爱你的人的爱 有的时候背后会有一个念头是 但是我可以找到更好的 对 所以你长远的话 你长远跟这个人在一起 我可以找到更好的 所以 走不远 对 走不远 你会开始藐视他 反而什么爱都不会有 这个就是大陆常常讲 叫舔狗了 他把狗 跟在对象后面 对 这个对 是那个田跟那个狗 是没有错的 OK 好 那我要提出一个好不好 父母的爱与生俱来 这个毋庸置疑 对不对 我们上山下海 然后什么 这位上高 就是在所不辞 两个叉刀嘛 对不对 好 那喜欢这个人 重不重要 你就不会再去想说 我爱不爱他 去年刚好有一篇论文 他们刚发表 是 对 他们做了很长期的观察 他们发现有68%的爱情 是 去年刚好有一篇论文 他们刚发表 是 对 他们做了很长期的观察 他们发现有68%的爱情 都是由友情转化 对 就所谓的喜欢开始 对 喜欢是一个开头 但是如果真的进入到 爱的这个层次 或者爱的这个阶段 我觉得它会慢慢会转化 会 对 因为就是说爱一个 不爱你的人 爱一个你不喜欢的人 甚至是爱你 这个跟你有仇怨的人 其实这个这一种爱 是一个 已经是真正落实到那个舍己的概念 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确实我们一开始在 如果是与两性的交往 一开始确实喜欢是很重要 我觉得 我们仪彬姐讲得非常正确 但是后来要升华 要进化 对 要进入到2.0版 对 那其实太多人的 在婚姻里面 或者在很多 情爱的世界里面 其实他经历的 就是从喜欢慢慢进入到 对 那个真正舍己的爱 对 这学家 有没有要补充的 我们就看下一个了 来 下一个鸡汤语句是什么的 成功的秘诀就是 每天都比别人 比别人多努力一点 立言 你说 因为我觉得这句话本身有bug 因为我觉得努力是 本来就必须要有的东西 不是说成功 这是成功的秘诀 因为是你本来就该努力 成功是看机运 还有看很多的天时地利 所以你说什么成功秘诀 就是要比别人多 没有你努力是本来就应该的 没有 可是他在比啊 就是说 说为什么有些人会成功 就是他的努力比你多一点啊 等于你有一点点要认识说 对对对他 他就是比我好 他比我厉害 他对啊 我还要睡三个小时 他只睡一个半小时 但你这样会终究会 沦落在一个比较急的状态下 你这样会不快乐跟不满足 而且你这样的状态下 你永远都在向外去寻找 因为你向外再去争夺 我为了要让自己提升 然后让自己更优越 这个会有一个 我觉得一个罗生门的概念 因为你永远都会不知足 永远不满足 永远会一直想要在 up up up的状态 所以如果有一个很成功的人 跟你说我的成功秘诀就是 我比别人努力 OK 来 就刚好时间到了 所以你认为是那个所谓的 机运 因为机运也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对对 因为丽言讲这个 我刚好有一篇研究 对不起 因为我在学校教书 比较喜欢这样角度的 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发扬 就是他那篇研究的标题 叫做 越努力 就越幸运 会变得更幸运 对 其实当然一直 譬如说你兢兢业业 对不对 你把自己该做到的 不仅做到 你甚至还超越了 其实你就是随时 你都是在准备的状况 对 然后你就会有很多机会 对很多人随时在看着你 就像这个年轻人不错等等 诸如此类 所以那个幸运就会领到 机会是给准备好的 对对 然后意思也就是说 你永远把你发条上情的时候 当那个所谓的真正的机会来的时候 就要一个扭 我们就已经可以开始运作了 因为其实这句话 我觉得很多 我会觉得 我会这样有点疑惑的感觉 是因为他其实应该是要在 专注在自己的努力上 而不是专注在别人的成功 这件事情上 因为你应该是一直在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把根基扎稳 然后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然后这些其他人的得到 他其实他是他 刚好得到的附加价值 这跟自己无关 可是你一直都在看别人的时候 其实他就是变得 你的重心都在往外了 你专注力的 你的专业的东西 就越来越 可能地基没打稳 对啊 这句话有点尖锐在里面 对 就是有点批判的意味 对不对 对啊 就是你要怎么定义成功 你要怎么定义努力 那都跟别人不一样 比如说 像身为演员就是可能 就会看到很多人在健身啊 或是怎样怎样 对 他非常喜欢拍营养餐啊 什么什么 可是也许长得很瘦 或是符合大众的审美 那是一种成功 可是 或是 当我已经很努力想要维持我的健康 你维持我身体灵活度的时候 我还是看到有人 可能比我有更多的勇 或是比我健更多的身 然后难道我就要 一直待在健身房吗 可是 就会整个人 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 就是整个人的标准 都已经不属于自己了 就我都在看 就只是为了要超越他人 对 但也许其实你已经很努力在于 那个标准不是 我是体脂肪十六十七 而是我想要我身体灵活 我想要 可能要创作的时候 我可以马上使用它 但可能已经很努力 但是看不见 接下来 终术这边 它基本上是一个片面正确的真理 因为在哲学我们会区分 我们会区分 充分条件跟必要条件 那必要条件就是说 你一定要有这个东西 你才会有这个成果 那充分条件就是说 你只要有这个东西 你就会有这个成果 是 那这个就显然是一个必要 但是不是充分的条件嘛 你一定要有努力你才会成功 对 但是除了努力之外 你还需要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那刚刚也有其他 其他人提到说 你的那个目标很重要 你如果很努力 但是你所选择的那个目标 不是一个好的目标 或是一个 对没有意义的目标 那你成功真的是成功吗 然后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因素 需要考量就是 这个可能是洪老师的这个领域 但心理学上的有一些研究 基本上是说 你一定要有设定目标 然后看到自己 逐渐往那个目标前进 这个是你日常当中 绝大多数的快乐来源 不是说你去度假 好多快乐来到我身上 而是说你每一天 日常生活里面 如果有设定目标 然后一直看到自己 往那个目标前进 你就一直有 一点点快乐 一点点快乐 所以如果你没有 你只有那个努力 但是目标没设定清楚 或是不是一个好的设定 那那个就很危险 你就无法快乐 我想到一句话 因为黄仁勋很红嘛 现在 然后他有讲 当然他讲了很多条 鸡汤剧这样子 其实有一句他就说要跑 不管你是在打猎还是被猎 你是永远就是要用跑 意思就是不要用走的 就是要run 就是要用跑的 狮子赞成这句话呢 他想到的答案不是这个 好你先讲这个 成功的秘诀 我觉得因为 我刚好 刚才因为在讨论嘛 所以我就想到 最近在网络上面看到一句话 就是好笑的啦 他就是说 就是一个台湾的父母 对台湾的小孩说 你知道吗 美国的小孩在你睡觉的时候 还在讲英文 所以他们的英文能够这么的强 然后 那我觉得其实刚才我们 已经讨论过目标 那我觉得啦 其实 设定一个合适的目标 真的很重要 假设 我就长这个个子 然后我期待 我要成为一个 专专业的篮球运动员 然后是NBA等级的 那无论如何 他是不可能的 就是不管我如何的努力 我比别人努力到一百倍 一万倍 我都没有办法达到 透过你的天赋 才能投入进去 是能够创造出一个 你能够满足的价值 在这个过程中 去拉扯跟自己对话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设定一个合适的 努力的目标 那我觉得就会很舒服 那对我自己来讲 我常常觉得 我已经尽力了 那这样就够了 所以比别人更努力很难 一定有人比你更努力的 更何况你在睡觉的时候 他们在讲英文 是因为有时差的问题 对啊 不是我的错 我就是他的白天 对 好 来 洪老师 我是认同这句话 对不起 可能大家会觉得 怎么会呢 你别人多努力 因为如果我们把 太多的变数 情况都或条件放进来 其实没有任何一个 所谓的隔眼明眼 都是可以成立的 不过作为一个 他想要激励很多人的 这个立场上 他的发心 我觉得是好的 有一句话 这个也是大家都听过 他说没有闪的孩子 就是要跑得比较快 那有些时候 当我们确实就是 没有那个什么 好的背景条件 对不对 那就是你知道 你只能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所以多一点努力 是好的 在那篇论文里面 他提到说 为什么有很多的 高尔夫球选手 他可以一杆进洞 可是在那个 一杆进洞的背后 你知道他灰杆练习 对 不知道有千百万 对不对 所以我想这句话 如果以这个角度 是可以成立的 如果这句话说 成功的秘诀就是 每天都 多努力一点 把比别人去掉 这个是立眼的 这是立眼的 对 好的 好了 其实有这成功 有一个加想低 是蛮好的 这也是 你也 或许那个也可以成为你的目标 动力 对 好 来 继续看下一句 还有一个美女 好 来 不需要让别人喜欢你 你需要讨好的 只有你知己 狮子要不要这次先说 别人跟你先说 先听你讲 别人讲 不然他每次让你最后讲 都被别人先说完了 我没关系 你讲 你讲 你说 来 我觉得 例如说最近大家在讲说 谁谁谁是讨好 好行人格 他试着努力取悦 讨好身边所有的人 那这个是一个 无边无际的努力 对 那当然他需要 回收自己的界线 去关注他自己的原子里面 正在讲出什么 他如何照顾他自己 那当然是很重要 但是 很多情境下 就是如果你 并没有这个 过度讨好别人的问题 然后你只是更多的 把你内心的聚光灯 放回到你自己的身上 你只懂得 关注你自己 对你来做你身边 所有的人都是用来利用的 都是用来完成你的童话故事 然后你的人际互动之间 它可能就变成一种计算 然后或者是一种角力 就是说我今天要从你身上 再多得到一点 然后或者是说我只要 不小心多给你一点 我就输了 因为我不要讨好你 我只要讨好我自己 比较健康的状态 应该还是回到我自己 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 然后我怎么样去调配 我的心力在每一天 我可以好好的过生活 然后而不是说 扩大到所有人 我都要讨好 或者所有人我都不在乎 基本上我想 事实想表达的是说 在讨好别人 跟认同自己 这两个天平上的两端 我们看到的很多人 确实变成讨好型的人格 对不对 他活在一个要惨媚别人 要体贴别人 他以为这个或许是成功之道 而忘了自己的初心 那这样的情况下去 其实最终的结果是后悔 对 狮子要表达的应该是这个 但是这一句话 基本上 应该还是有它的 这个道理在那边 对不对 对 因为这个时代 因为随着流行文化 虽然已经变成小众的文化 但是我觉得 还是很多人 很容易活在媒体 活在这一些名人 甚至活在这个二次元的 这一些虚拟的世界里面 就是跟着世界潮流在走 对 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 非常危险的 而且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尤其在青年的阶段 好 我先分享一个 OK 不需要让别人喜欢你 其实你知道吗 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需要所有人喜欢我们 但是有的时候 我觉得是这个的别人 是我们设定的某些人 对 比如说我希望中苏会喜欢我 我希望李妍你们都会喜欢我 那我就会觉得说 我怎么去融入到这个当中 对 是因为我们会去选 对 OK 可是 这个的概念 其实背后有一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真的 我好希望你们都喜欢我 因为我好喜欢你们这个团体 就是大家 因为人其实都是圈圈嘛 嗯 可是我发现说好像 真的不是很受欢迎的时候 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那就走开 其实是这个概念 因为你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喜欢你 但是你努力的去讨好的背后 其实就是说 因为你就把讨好变成是去讨好 你希望融入的那个圈子的时候 你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其实原来的你肯定有人会喜欢你 嗯 但是是我们自己的眼光认为说 哎 可是我不 我不属于这边 我希望我是这一边 我觉得这句话有这个的含义在里头 嗯 然后还有另外我很相信一件事情就是 也不见得是讨好 但我说你要把你自己顾好 因为把你自己顾好的时候 自然有人会喜欢你 对 对 有人会认同你 对 那甚至你是个有价值的人 价值当然我不是讲金钱的部分 但是说你在这个环境当中 你是有所谓的 有利于他人的 对 嗯 大家自然会喜欢你 嗯 就是你会做个有用的人 因为我一开始 其实对这句话 我一直有一个很大的bug 就是对于讨好这两个字 对啊 然后我觉得这句话 比较多的事情是 这句话比较多的事情是 必须要去回推 因为刚刚你们讲了之后 我也在思考这句话 因为我一开始其实只在想的是 我不需要去让别人喜欢我 我只要把我自己顾好 但因为刚刚你们一讲完之后 我也在反对一件事情就是 我在做这些讨好的过程中 是不是有一部分是我内心缺乏了什么 嗯 因为我缺乏什么 所以我才希望从外去获得 可是其实真正的架构 是我内在核心的缺乏 跟一直拿外面的东西去填补的时候 它会不会越来越 需求量越来越多 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说 我刚刚反思的 一直在困惑的是 哇 其实这东西可以回头去想说 自己缺 可能maybe是原生家庭 有可能是自己去看到自己这些缺点 然后去学着 珍惜跟包容 跟接纳这个自己 我觉得是这个 你讲完我蛮有感触的 真的吗 嗯 因为我就是 是吗 我就是 然后但是就是 我觉得就是 因为我一直 越来越知道我是这样的人 因为我因为这样的个性 然后 常常很不舒服 嗯 然后 我觉得你说得很对 就是其实最后 你要认识自己 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像我就慢慢 可以釐清 我为什么需要讨好 因为我知道 当大家都喜欢我 我会安全 嗯 可是 可是现在 我知道我已经长大了 就是 我不需要这样的安全 但是我仍然能够接受 我就是喜欢别人喜欢我 嗯 就抓到那个平衡 中述说 好 来 嗯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 讨好别人讨好自己之间 背后有个信念 我觉得如果你很 倾向讨好别人 那会容易 倾向于自卑 对 如果习惯讨好自己 那会容易倾向于自傲 但是 它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事 它都是自恋 或自我中心 对啊 因为你一直在聚焦于自己 我的想法 或是别人对我的感觉 我的 对 但是我 其实我们是活在一个 关系网络中 我认为那个关系网络 有四个面向 上对天 旁对人 下对物 内对己 但是你这四个要和谐 你才能够是均匀的 对 所以如果你是偏一边 或是偏另外一边 如果偏讨好别人 那你可能就变成好好先生 其实没有人喜欢你 对啊 那如果你偏讨好自己 你就反社会现象 就出现了 对 没错 博士说话就不理 对 狮子 你是媒体企划 怎么看网络上的这些 鸡汤资讯 我觉得是这样的啦 就是 其实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些话 其实他背后都有一个目的 就是他想要过好生活 因为他有一个痛苦他想要解决 所以他找到一个好像别人爱我多一点 就可以弥补我不被爱的那个感受 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关键的是 鸡汤或者说这种短语格言 他其实是非常去脉络 然后极度压缩他的资讯量 所以其实你不太知道 他背后有哪些成功的要件 他都被忽略掉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看一句话 其实我们有一个诉求 所以我们找到了这句话 我觉得很关键的是 你能不能找到说这句话的人 因为当你有了这个人作为一个钥匙 你回去来看这句话的时候 也许你就可以找到更多 他之所以能够成功 或他之所以能够达到 你期待的那个生活样态的关键是什么 例如说 有些话其实不难 例如说马丁路德金恩说 我有一个梦 这句话不难 谁都会讲 小屁孩也能讲 但是每一个人的梦的重量不一样 那例如说我自己很喜欢的一句话 就是奥古斯丁说 我的爱就是我的重量 我的爱会牵引我的身体去到那个地方 它会带动我的身体 投入到我爱的东西上面 那假设今天讲的这句话的人 不是一个神学家 讲这句话的人是一个赌徒 他是一个酒鬼 那他躺在酒店里面说 我的爱我会带我的身体到酒店里面 那你就会觉得他讲的这句话 不值一提 不值得参考 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看这些 话的时候 其实可以回去看一看 到底说这句话的人是谁 如果找不到的话 那我们就保留一点 因为也许他有些目的 他就可以通过这些方式去调整我们的思想 但是如果你找得到 为这句话负责任的人 那也许我们就可以从里面得到更多 滋养生活的养分 好 我想回应一下那个狮子刚刚讲的 好 我觉得这一些所谓的好剧 或者是名言 鸡汤性的这一些有激励性的话语 你刚刚讲是说要找到那个讲话的人 他的状况他的故事 但是我觉得没错 但是我觉得只要你听到类似这样一句话 哪怕是一个我们西松平常的日常对话里面 也许一句话 你能在那句话里面 你好像忽然间有一种豁然开朗 你忽然间好像 你知道有一扇新的窗户打开了 你好像重新有了那个热情 我觉得那些话都是宝贵的 我觉得基本上 是在找一些人生法则吧 就是我们今天在讲鸡汤 对 我们想找到实用方法 对 没错 那你在找鸡汤 你可以参考现代人的说法 或是你可以参考 经过历史筛选 古代人的说法 自己是觉得 现代的问题 就我而言不主要是 逻辑问题最严重 而是对于 古人思想的一个歧视 所以对我来说 我觉得最主要的危险 是我们不够重视古人的思想 所以有的人会觉得说 哇 你现在还相信那种 古老的思想 但是我的回应是 你还敢相信那么新鲜的思想 刚好相反 古老的思想反而更可靠 因为好几代人 每一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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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觉得 这个论语这个孟子这个圣经都有价值 已经经过好几代的筛选 才来到你这里 你还有一本论语可以看 对对对 但是现在的什么心理鸡汤 或是研究什么 你还不确定 它是否是一个可靠的东西 好 洪老师请告诉我们信念如何行硕 我们的信念究竟是怎么样子 慢慢的行硕出来呢 那原则上大概就是有下面这三个面向 第一个就是说 当然是被教导 尤其在我们华人社会 是一个非常集体主义的 一个社会的一种模式 所以我们都活在某一些 你知道这个叫frame里面 在某一些框框里面 对 那我们一定会被教导 那华人还是以这个儒家文化 整个东亚我想都是儒家为主 当然也已经慢慢在退潮了 第二个我觉得是一种社会学习 这个部分其实是 它的重要性是越来越放大 换言之就是说 你知道圣经有一句话说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但为什么会有这么一句话 因为我们活在世界里面 对不对 各种的影音 各种的媒体 各种的这一些看得到露出多的 这一切都在洗脑我们 各样的广告等等 甚至一些很具体的成品 建筑物这些我们的穿着打扮 某种程度都是我们的社会学习对象 那么最后一个我谈的是 其实是慢慢进入到青少年以后 就是自我启发 就是说也许每一个人有 他的人生特殊记忆 那在那个特殊记忆里面 你怎么去找到一些有用的 一些素材元素 来喂养你自己的生命 当你透过那样的一个过程 而慢慢的你找到了一个原则 事实上我们发现 所有的这些 他都不能解释所有的事实 对 这个才是真正有用的东西 因为能够解释所有一切 只有一个叫神学 对 但我们不是那个面向 所以我觉得只要能够 对你的生命有帮助 那对你身旁周遭的人也有帮助 我觉得那些就是很好的 那人之所以会面对很多信念的问题 是因为 你知道很奇妙 我们就是凡事都会求简单化 比如说不是好人就坏人 因为简单化的结果呢 我们会有几个角度 一个就是说选择性偏差 对 那事实上就选择性主义了 对我们可能会挑我们喜欢看的 这个在这个世代 我觉得特别严重 为什么现在常常 所谓的没有真理 奥斯丁说如果这世界 连真理都没有 那我不知道还剩下什么 那因为人人一把号吗 你看的跟我看的 西方东方都不知道 对对 结婚真的比较幸福吗 对很多人确实是有个问号 对不对 第二个就是说它叫做 这个信存者的偏差 事实上就是讲代表性的偏差 代表性的偏差 所以就是为什么 每一个人都觉得 他可以成为王永庆 可以成为张忠某 对对 那现在我想黄仁勋 大概以后马上就会被他 大家都是黄仁勋了 对对对对 那事实上这样的人物 其实是少之又少 对 绝大多数的 平凡如我们的 或许我们的生存 我们的发展 还有一些其他的条件存在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叫做 从中效应 这就是流行文化 时尚文化 我想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理解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刻板影像 以上这些其实并不是全部 这个如列下来可能有一二十条 但是这一切都是让我们 用一个简单化的方式 来定义我们自己 来定义我们所活的世界 但这中间有很多的偏误 很多的迷思 所以我觉得信念的行程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重要的 但是确实我们要不断的 查验分辨 但是信念是有用的 确实是有用的 但是我就常常讲 它要与时俱进 此一时彼此 在不同时间点 有些时候有一些 你已经根深蒂固的 一些某些形成的信念 它可能就会害了你 譬如说举个例 刚刚那个丽言讲的 我在这边也有机会 分享过好几次 有一个命题叫 人人爱我 我爱人人 泰图人喜欢这个命题了 对不对 喜欢成为万人迷 他可能有欧包 对不对 他可能就觉得 要美光灯下 所以以至于 你知道他举手投足之间 他是为别人活 对 所以最后慢慢他发现 他没有了自己 那因此像 人人爱我 我爱人人 这一句话 我们就认为 是一个不合理的思考 我爱人人很难做到 对啊 我就常常看很多人不顺眼 对 谁都会嘛 只有我敢在节目里说 对不对 可是这是事实嘛 对不对 我们都有啊 但是我们有时候 希望人人爱我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一个迷思 而最后就会让我们 在认知的错误之下 产生更严重的情绪性 情感上的困扰 所以很多人一辈子 活在这样的梦魇 那刚刚那个洪迪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 感觉你是已经超越了 已经进入一个 更能够自我肯定的阶段 那我最近在想 就是我觉得 爱人如己也超级难 就是 做不到啦 我觉得爱人如己 他 就我在想这件事他是 他不是不太可能 做得到百分百的 对 但是你可以很简单知道 我希望怎么被爱 但是就会知道 你希望被爱的那种方式 你很难对每个人都这么做 对 可是你这么做的同时 其实我们也潜意识理 希望人家也可以这样对我 对 对 我觉得人 对啦 不是说要放在一个天平上面 去衡量 可是我们真的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付出 或者人的付出 是有期待回应的 对 对不对 所以像我是赞成洪老师讲的 就是不要把所有的东西 都套到一个套路里套 好来 我们一开始的驴子故事 好 我们又回到原点了 所以各位 你们觉得这个故事 你对这个父子抱持着什么样的信念 如果是你 你怎么选择 转转发现爱 让爱无所不在 如果是你 你怎么选择 一只驴 一堆父子 还有一些货物在驴的背上 我觉得就把自己做好就好了 你走你的良官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其实不需要去 因为别人的留言碎语 或者是任何的思维去 去作为 去做改变自己的初衷 自己的路 就自己走好就好了 因为他们在怎么旁边的去讲 或是去论述这些事情 都是他们用他们认为的观点 觉得为你好 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真正 没有任何人可以真正的感同身受 因为他不是当事者 所以我觉得这个论述 对我来说我觉得 他们是他们 我是我 我把我自己做好就好了 好 瞪他们一眼 关你什么事 就是你走你的 不要吵我 对 好 那 Honda 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这对父子就是 活得比较放松 原来我 我 我这么残忍 原来我这么笨 原来我很没有笑到 被牵着鼻子走的 他可能就只是比较放松 然后人比较好 然后就 好我上旅 你怎么说我怎么做 对 对 对 好特别 就是可以理解 可以吗 对 但是如果是我的话 可能就是可能听了两三次之后就想说 那 我坐一个小时 然后你 然后儿子在坐一个小时 然后驴子在自己走一个小时 就 稍微分辨 没有人要背驴子 对 那我就放心了 对对对 驴子 因为驴子也是动物啊 平等啊不是说吗 对不对 他还是有思维的 对对有思维的 好 ok 谢谢 那还有呢 你来 因为 本来我看到脚本上面是说 如何完成这个故事 所以我把我自己看的时候说 假设我也是他们身边的提供建议的人 那我会怎么去表达 我会跟他们说 要不要试试看 相信上帝 因为 是这样的 就是说一个人在迷惘 你碰到痛苦 你碰到挫折 你会在这个选项中 这个选项当中 你会在选项当中 你不知道要做什么选择 但是像我刚才提到的啦 就是说你要去理解 你要从这句话说出这句话 你要从这句话去认识到 说这句话的人 那假设我们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作品 那我们应该要如何行为 我们应该要选择怎么样更好 那我们要去问的是我们的作者 那也就是上帝 例如说像是有一句话 他说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 然后很多的政治人物都喜欢用这个经文 然后放在他的宣言里面 但是其实这个使用方式缺了更重要的一句话 他再下一句是与上帝同行 就是当你把这个钥匙找出来之后 你才知道公义是什么 公义是上帝的心意 怜悯是什么 怜悯是上帝的怜悯 谦卑是什么 谦卑是怀抱对上帝的敬畏 所以只有在你真正有找到一个 更超越你这个面前所有问题的那个钥匙之后 你才有可能去找到一个 能够更安心 更能够平安的去做出选择的可能 那就是我如果说我是他们身边的人 我会给的建议 那周树蕾你怎么看这个故事 如果是我的话 无论我是当事者 还是给建议的人 我都会说有体力走路就走路 因为你有一天可能走不动 那你就趁有体力的时候 反正就走嘛 反正有体力是年轻人的荣耀 你就是力壮嘛 那你也可以说就是如果旅途特别长的话 那就骑驴啊 可能驴就是来服务你的吧 来减轻你的重担 那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说 但是你看这个驴好可怜喔 背着大包小包 但是我想说 但是如果驴没有父子的照顾 他在野外生活更可怜哪 马上被狮子吞灭 是的 对 或是野狼吞灭 那这个更辛苦啊 那你陪这父子俩 反而是 这个环境还不错嘛 对这个才更幸福 帮驴子找到一份工作啊 对 不然他只是流浪驴 对 要敢 讲得好 这想法也蛮很违心 因为其实我的想法 其实跟中树有一点接近 因为我的想法就是 我会善待这只驴啊 它是我家的驴 我会好好的喂食他 我会看时间到的时候 因为 大家每个人看到的只是片段嘛 走几步 然后年轻小伙子来说 然后走几步老人家来说 我们到底从哪里的起点 到哪里的是我们的终点 其实他们都不知道 他们只是参与了自己 当下的片面的 对不对 还不是瞎子摸像的概念 他只看到一点点 人都有自己的岗位 那他的工作就是 帮我扛这些东西 要不要我 我买一只驴 然后他陪我走路 然后我帮他扛货 然后我还背我儿子 就是 这些东西其实是不合理的 对所以 我比较接近中枢的看法 对 是的 来洪老师 好 我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说 现在我们常流行说 现在是一个我们叫 chaos 对 混沌的世代 所以资讯量非常之大 对 但是呢 其实有很多学者去做研究 就是说 譬如说我们把很多的讯号 转变成是 可以看得到的一些光影 OK 然后我不断的打入很多新的一些变数 就是不同的值 不同的变数 最后会得到一个慢慢趋于一致性的 不管你再加上多少的数值的内容 最后它就是会趋于一个慢慢固定的图像 所以换言之就是说 我们有一句话叫万变不离其中 就是说 所有的一切 其实呢 在那个一开始 发源滥伤初期 其实就有一个道 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 太初有道 然后道与神同在 那么我们有时候常常讲说 我要固守我的道心 对不对 好像会觉得好像是 比较像传统的那些什么道家 或者是什么 但其实不是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保守你的信 那换言之就是说 在这样一个很混乱的世代里面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信念 而这些信念在你的生命里面 是一个必需品 是 它是一个让你的生命能够起飞 能够光大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但是到底什么信念会最适合你 也许每一个人都各有不同 那我们有太多可以参考的 那我会觉得确实 选择到那个最好的 不要入了迷惑的信念 会成为我们这一生最大的祝福 那对于 对我们来讲 对我来讲 圣经有一句话说 说你要保守你的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对 所以呢 常常固守你的本心 但是 怎么样让这个心能够活跃起来 你需要有养分 你需要滋润 那么对基督徒来讲 神的话就是最大的一个 可以讲说是我们所有的一切 因为神的话是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那当然也很多人会借助 现代人很多重要人物 他们的体验以后所得到的结论 也不是不好 我觉得就是都去参考 但是就像我刚刚讲 如果你发现在那个当下这句话 对你的生命好像开了一扇船 重新燃起了一个对生命 拥抱的热情 我觉得那句话就产生它的效果 对 当然你会与时俱进的 因为有一些我们 我们小时候常说 一分跟鱼一分收获 对不对 但是慢慢你会体会这句话 没错 但是很多情况 不会是像如此这般 所以一分跟鱼没有收获 常常是这样 对 他说不是不报 是食臭味道 对有太多的语言 或者这个可以 局里反单的很多 所以盼望好朋友还是有信念 但是我们去 怎么把这个信念把它饱满 然后抓到最好的 对我们人生有帮助的 这是我们一生要去做的功课 好 如果你今天这一集 从头看到尾 我们要谢谢你 因为其实很多讨论 让你的脑力激当的同时 其实有很多的论点 它真的是一提好几面的 你可以选择乐观的 看到人生光明面 你也可以选择悲观的 因为有一句话也说 无欲则刚 意思也就是说 我就好好顺顺的过 其实这也就是我的幸福 最近跟朋友也讨论一个就是 人的命运真的是掌握在自己手里吗 大家可以 我们没有结论的 这是一个没有结论的答案 可是意思就是说 它也是一种思考 网路现在资讯爆炸 每个人都会吸收到一些鸡汤 可是在这边真的是 希望大家聪明一点 懂得如何选择 有一种就是所谓的古早酿法 鸡汤其实都是最营养 那有一些新的鸡汤 你也要懂得如何去胜选 它的鸡到底新不新鲜 好吗 它到底用了哪一些材料 做一个聪明的自己 然后呢 希望你得到的是心理鸡汤 而不是心灵毒药 OK 感谢大家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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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汤鸡汤 对啊 有一锅还可以卖两万块的鸡汤 没有 里面都加鲍鱼汁 慢慢的鸡汤 他还有一锅 他们很长的鸡汤 可是他会有一个分别的鸡汤 有没有那么多鸡汤 这只鸡汤 很长的鸡汤 这只鸡汤 是个鸡汤 这只鸡汤 什么鸡汤 这只鸡汤 这只鸡汤 你都会有一个鸡汤